嗨,我是K,我是Elena,我们是 The Immigration People,安全移民顾问 K,最近你有读到一篇关于本地知名移民中介 Immigration被投诉的新闻吗? 当然有啊,这是移民行业的丑闻 而且还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 听到同行被投诉,还上了新闻呢 对啊,其实K,你我都不觉得意外 毕竟我们有蛮多客户和钱财客户都是受害者 是啊,所以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会跟你分享一下这个新闻的灾药 而且一些客户所提供的亲身经历 如果您对新加坡移民的相关话题感兴趣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星期的视频更新咯 好吧,我们开始吧 根据报道,他们这次之所以会被投诉 是因为新加坡消费者协会 在过去的短短9个月内 接获了58次的投诉 许多投诉者声称被这家移民中介所呈现的 新加坡PR申请的资讯所误导 不仅如此 B-Immigration还不当地施加压力 强迫消费者当约就签订合约 他们在整个销售过程 不断地用折扣架和分期付款的方式 极力引导消费者签订配套 即便消费者已经明确地拒绝了 或者说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 他们甚至还夸下海口 保证消费者他们的PR申请一定会被批准 他们的恶劣行为真的让我觉得很无语 难怪新加坡消费者协会会介入 对啊 其实我读了也都觉得很离谱呢 虽然有些客户跟我们分享过他们的亲身经历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因为客户的PR被拒绝了 而对B-Immigration心存不满而夸大其词 想不到 唉 我有一个客户去他们那里咨询 他首先收到的报价是一万两千新币 在短短的三十分钟内 报价跌至三千五百新币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客户说他想要咨询其他公司 导致对方呢 用减价的方式来强迫我的客户马上签订配套 这样也可以啊 我也是有另外一个客户跟我分享 他们去了这间公司呢 咨询当天呢 本来想要离开的 因为他们还不想签订配套 哪里知道呢 那间公司的移民顾问就不让他离开房间 甚至还拉了自己的经理进入会客室 以洗脑式的方式呢 强迫客户当天就签约 整个过程呢 是超夸张的 他们用的销售伎呢 就是如果你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今天是大特卖 如果你明天签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特价了 等等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是很好奇 我们许多潜在客户和客户最初选择他们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广告真的很多 几乎在所有的平台呢 都看到他们比如说谷歌啊 脸书啊 YouTube等等 是啊 我的客户也是这么说的 不管在谷歌输入什么样的移民词汇 他们的公司的广告呢 总是第一间出现的 所以呢 很多消费者都会有这个误导哦 以为大公司呢 就一定是靠谱的 拜托 大量广告呢 不代表说服务素质和可靠度好吗 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一定要货比三家 在签约之前 与超过一家移民中介咨询 要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您有义务 做性价对比 检查所有合约的内容和服务 还有要核实移民中介 所告知你的咨询 我们身为移民顾问 我们也会常叫我们的客户 去做比较 老实说 有一些消费者 还是觉得我们的思维很奇特 好像总是要把潜在客户 推向其他同行 其实我们不怕比较 我们坚信良性的竞争 我对我们的团队呢 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所分享的咨询呢 都是准确的 话说回来 身为同行 我们谴责这群害群之马 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呢 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新加坡移民行业的口碑 常言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们这个行业的服务对象都是外籍人士 这种恶劣的生育手法 会影响外国人如何看待我们新加坡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顾问团队呢 不断的接受培训 我们也注重专业素养 秉持正直和诚实的价值观 是我们对他们的基本要求 第一 记得所有的新加坡PR和公民申请 都只能由新加坡移民观察局来批准的 所以不可能有第三者能够保证 或承诺您的申请会被批准 作为专业的移民中介 我们的工作范围是提供建议和策略 如何增加申请者的成功几率 第二 面对强势的营销手段和销售人员时 请你务必坚持自己的立场 深思熟虑后才做决定 不要冲动 因为没有人可以逼你的 如果在销售过程中觉得压力 那你更不应该当下做任何决定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希望不再有任何的受害者了 请务必顺选一个靠谱和合格的中介 好 我们下个星期见